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KPOP史上最成功的一线女团排行 男团排行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影片 20位Lithrappin 自出道以来连续发表了热门歌曲 持续创下了出色成绩 而Lithrappin在海外排行榜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实际上根据Pingwood的200 她们成为了史上进入前10名最快的女团 并且即将开始世界凶演 最终在与KPOP团体的销量和持续性有直接相关的日本市场上 她们是目前四代女团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女团 因此Lithrappin是每年都需要快速更新排名的女团 19位Missing Missing是在女精死出现之前 无疑是KPOP界最具轰动效应的女团 她们的出道曲Bad Girl Good Girl 被誉为爱豆出道歌曲史上最成功的歌曲 到目前为止在女团中 只有六组拥有年度榜单一位的热门歌曲 Missing便是其中之一 同时她们也是获得主要颁奖年里大奖的首数女团之一 但是与初期的轰动相比 Missing作为JVP的第二个女团 在粉丝团海外成绩等多方面 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 18位IJuan 如果IJuan活动的时间更长 而且有至少一首明确的大中热门歌曲 她们的排名应该会在前十 因为她们当时的人气实在是非常惊人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 获得过年度一位和大奖的Missing 不是应该排得更高吗 虽然不完全反对这种观点 但相比单纯的姻缘成绩 粉丝群在爱豆的地位中 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从当时的地位来看 尽管Missing的出道歌曲非常成功 但之后几乎没有让当时的 从小西点Wonder Girls 21等女团感到压力 而IJuan在某些方面 甚至超越了当时的 Twice Blackpink RedWayb等团体 展现了强大的粉丝力量 当然事实上 IJuan在综合指标上 仍然低于Twice Blackpink等女团 但尽管如此 能够确定的是 如果IJuan的活动时间稍微长一些 她们应该会得到更高的评价 17位 因为舞台跌倒事件 ONORUT50的逆行成功 接着是被称为三代迪托的仙 让尤家庆古达到了全盛期 尤家庆古在听众中 建立了很高的幸运度 与之前只依赖单一热门歌曲的 Missing YesID等不同 她们成功建立了 足够支持单独演唱会的粉丝群 但是相比之下 她们在音源排行榜上的竞争力 消退得太快 没能将她们的高峰期延续得更久 这是一个遗憾 如果她们的高峰期没有那么快结束 哪怕只是多维持一年 或者是没有那么突然解散 应该会有更高的排名 16位妈妈母 妈妈母是一组严重被低估的女团 从2015年底出道的TWICE为中心 三代女团时代正式开始 妈妈母也成为了 其中最有竞争力的女团之一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看 妈妈母和尤家庆古有什么不同呢 甚至有人可能认为 尤家庆古的高峰期更高 为什么妈妈母的排行却更高呢 答案在于 她们在巡演市场的竞争力 最近的妈妈母世界巡演 在北美的观众数量 仅次于Blackpink和TWICE 创下了女团史上最多观众的记录 这方面的成就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因此妈妈母经常被严重低估 就像很多人在2015年初次感受的那样 妈妈母是一个充满实力 而且没有泡沫的优质女团 15位一级 对于一级的评价确实存在不同的观点 她们的代表歌曲 Taladala和Wannabe 无疑在音乐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虽然她们还有其他热门歌曲 但这两首应该是唯一真正达到无争议高峰的歌曲 然而一级在音乐排行榜上的成绩相对起伏较大 而且在大众的认可度和持续影响力 似乎不如首次亮相时期 但是考虑到她们在海外市场的明显优势 这样一级排在第15位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 一级无疑是一组主流女团 但她们在任何指标上都难以被视为顶尖级别 这种模糊性是她们难以获得更高排名的理由 14位Yoya Eder 在成员退团一度陷入危机的Yoya Eder 从Tomboy到Kunka的连续爆红 并重工举办大型全球巡回演唱会后 Yoya Eder名副其实登上了顶尖女团的地位 关于将Yoya Eder归类为三代还是四代的讨论 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 但如果将她们视为三代 她们最近的成就 之后可能会使她们成为三代女团中最成功的第三组女团 即使现在这股全胜期的趋势仍未兼筛减 如果将她们视为四代 她们可以被称为是四代女团的三大巨头或四大巨头之一 然后确定的是 继Beast之后 Yoya Eder无疑是Cube娱乐最成功的爱豆组合 13位 Sista Sista被视为是代表二代团的姻缘强者 她们从一个当时规模非常小的Stash娱乐起步 通过密集的活动安排巩固了她们的地位 成为了拥有众多热门歌曲的主流女团 特别是 Sista在夏季有着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 成为夏日的代名词 甚至2015年夏季排行榜上的成绩曾经超越了Big Bang 然而作为一个姻缘成绩为主的女团 她们在粉丝团方面的弱点也是明显的 在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 那为什么给她们如此高的排名 之前不是说相比姻缘更重视粉丝群吗 因为就像认可那些虽然大众吸引力较弱 但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顶级团体一样 对于在姻缘榜上屡次取得成功的爱豆 也需要给予相应的尊重 Sista就是那样的女团 12位 Tiara Tiara无疑是K-pop史上非常成功的女团之一 她们拥有在年度排行一味的超级热门歌曲 与一般的以姻缘为主的团队相比 Tiara在粉丝指标 如专辑销量方面也相当不错 并且当时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韩国女团 有着坚实的海外粉丝基础 然而将Tiara与村妞谢迪汉温德格斯等等级的女团相提并论 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思考 Tiara更多被视为跟随潮流 如呼可歌曲、复古风女团 而非开创新潮流或新时代的女团 尽管她们从2009年底开始被认为是主流 但是在2012年的花音事件之后 她们的竞争力急剧下降 尽管她们在中国急受欢迎 但确实难以指出具体的国际成就 来证明她们的影响力 尽管她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色 但在成为跨时代图标的道路上 她们可能还缺少一些关键要素 11位ASPA 对于女团而言 她们的等级往往会在出道后的前两年内得以确定 虽然存在例外 但这一规例适用于绝大数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SPA已经出道超过三年了 除了出道曲Blake Mamba和去年发布的Girls之外 其他歌曲都在国内排行榜上取得了最高排名 音源表现也非常出色 尤其是Next Level掀起的热潮 标志着她们的一个高峰时期 从专辑销量来看 ASPA已经可以被认为是女团中的最强者 这点几乎无人意义 此外 ASPA在巡回演出市场上也展现了她们的实力 如果有一个指标最能反映IDOL团体的地位 那应该就是她们的巡回规模 对于女团来说 如果能在世界巡回中吸引超过30万名观众 则应被视为是真正的顶尖女团 而ASPA已达到这样的规模了 甚至她们也有外国艺人中 最快进入东京巨弹举办演唱会的记录 因此考虑到ASPA在音乐 销量和巡演上的卓越表现 她们已经达到了可以被认为是顶尖女团的水平 10位Red River 在ASPA和Red River之间的排名考量中 的确存在一些复杂的因素 ASPA自出道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里 她们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这使得在与Red River的比较中 ASPA已不再甚明显的弱势方 同时考虑到Red River隶属于大型公司的主要女团 并享有相应的资源和支持 但她们在海外市场的表现 确实未能达到预期 在国内成绩的起伏 相对于其他顶尖团体也比较大 这让人们对如何评价她们感到有些困惑 尽管如此 仍然选择支持Red River的理由是 尽管Red River已出道近10年 但她们仍保持着累计的成就 并且在公众的期待中仍保持着竞争力 作为广泛被认为是二代文卡索 三代Triber之一的象征性团体 Red River具有特殊的低位和象征意义 九位Kara Kara在出道初期 确实没有太多迹象表明 她们会成长为大型女团 有一段时间 她们甚至被视为是不出名的组合 给人一种令人同情的形象 然而经过成员更换之后 她们的潜力开始爆发 从某个时刻开始 她们展现了一个大型女团的重量级感觉 作为韩国女歌手中 首次征服东京巨段的艺人 以及第二部寒流的主要推手之一 Kara无疑是二代中最具象征性的女团 此外以屁股舞为代表的高峰期 也非常明显 八位Apink 就如Beast一样 Apink是在2.5代中最成功的女团 在孙女系列的时代开始之后 首次出现的大式转变 可能是爱语汉21的出现 但是爱语汉21 难以被视为典型的女团 或idol的活动形态 如果考虑在类似轨道上承接的女团 应该就是Apink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Apink有那么厉害吗 但我确信 在女团领域中 Apink确实曾有一段时间 畏惧顶尖 特别是2013年 正式进入全盛时期的开始 与Kara相比 日本市场的成功是一个显著差异 但相反的是 热门歌曲《No No No Mr. Chilobo》的高峰期 Apink在大众的接收度更高 而且无论在国内粉丝基础 还是持久力上 Apink均表现更佳 7位 Ibu 考虑到Ibu出道时间较短 可能会有人质疑 这个排名是不是太高了 但我认为 他们已经展现了 足以证明他们实力的成绩 这些成就在国内的影响力方面 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其他女团 以去年为例 Ibu连续赢得年度大奖 并推出了多首热门歌曲 有些女团 凭借一首热门歌曲获得大奖 但能在两年以上持续获大奖 并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女团 真的寥寥无际 6位 Nu Jins 一个成立不到一年半的女团 排名第6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过分 这足以证明 Nu Jins是K-pop史上 崛起速度最快的新人 在当前世代中 Nu Jins被视为IDOL的代表 这是大家都感受到的 除了Wonderless之外 很难找到另一个如此迅速地成为社会现象 并撼动整个行业的例子 Nu Jins不仅在国内市场表现出色 在国际市场也是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世界级明星的方向前进 无疑 Nu Jins是当前最优秀的女团 5位 Tenewen 即便在索尼系列享有最高人气的时期 Tenewen在彼此的对立中 也显示了压倒性的榜单实力 尽管这中间不可避免地 涉及到一些自尊性的竞争 但Tenewen真的比起实力成绩人气 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 在当时的英元榜时代 除了Big Bang之外 Tenewen在榜单上的表现 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从成绩来看 无论团体人气如何 她们都无疑是当代最顶尖的女团 如果Tenewen没有因为丑闻突然失去大众的好感 以及在纪念合约结束后 没有选择解散 而是保持了Tenewen持续到10周年的话 我会修改排名 四位 温德格尔斯 温德格尔斯由于空白期过长 自身地位受损的时期也过多 当其他女团还未进居日本时 她们独自前往美国并遭遇失败 而其他女团在日本赚取丰厚受益 并提升团队地位时 温德格尔斯经历了三米活动中断 团体被迫空白期 侧脸结婚等连续不幸 这些弱点使她们与顶级团队的距离拉长了 尽管如此 我仍然选择将温德格尔斯 而不是Tenewen放在第四位 原因是温德格尔斯的巅峰 不仅能与挫脚戏典相提并论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挫脚戏典 她们的对手可能需要追溯到Satagy那样的层级 此外 除了出道曲外 温德格尔斯的所有主打歌都曾登上榜首 即便是在出道十年后 以自己创作的歌曲 甚至以乐队形式 取得榜南州冠军 乐冠冠 甚至嫉妒冠冠冠冠的女团 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众多反弹的准备 因为索牛戏典确实是女团中绝对的标志性组合 但是如果问 索牛戏典真的没有任何弱点吗 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占优势的吗 我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索牛戏典并不视为姻缘强者 虽然整体成绩不错 但与其他强者相比起伏较大 她们的成绩更多依赖于粉丝群和销售量来弥补不足 在姻缘上 索牛戏典未能达到当时的最高标准 这是不可否认的 索牛戏典的全盛时期 正好与姻缘榜最为重要的时代重合 在这方面 即使在全盛时期 它们也不是最强的标志性存在 至于索牛戏典的海外影响力 它们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是事实 但与后面将提到的团体相比 它们是在相对有利的第二波寒流高峰期进入的 索牛戏典虽然尝试过进军美国和欧洲市场 但未能成功 尽管如此 考虑到索牛戏典在国内市场展现的绝对象征性和最完美的统治力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把索牛戏典放在第一或第二是适当的 我也理解这个观点 在我看来 索牛戏典与布林平克或twice的争论 就像是朴基森与索牛戏典的争论一样 当然如果包括个人领域 索牛戏典方面占绝对的优势 但从团体的角度看 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但另一方面 作为长期被全国民认可的国民女团 索牛戏典所拥有的象征性 是绝对无法超越的 二位 twice 我认为twice是最被低估的女团之一 事实上 最近还有一小部分声音认为 twice甚至难以计入史上前五 这反映出对她们的成就被低估的现状 由于近期twice在国内的活动相对较少 可能使得一些人忘记了她们的巨大成就 然而twice无疑是绝索牛戏典之后 在国内女团界取得巨大统一的组合 她们大约独自统治了四到五年的时期 在数据上拥有许多最初和最高的记录 在全盛时期 不论是大众认可度 因缘表现 粉丝群或销量 twice都会让任何一个指标落入其他团体之手 实现了真正的独占AUTO 虽然时代与现在不同 但曾经有一年 twice的年度专辑销量 甚至超过了其他所有女团年销量的总和 在日本市场 twice同样是史上最成功的女团 不只是简单的成功 twice作为二次寒流之后 冷淡的日本市场的先锋 为三次寒流奠定了基础 最近twice透过举办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 成为了全球级明星 实现了JYP长久以来的梦想 目前twice单次巡回的观众人数 可以超过140万 twice的地位 不是仅凭每轮姻缘榜就能被点低的 他们的整体实力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等级 而且twice不仅在国外表现出色 在国内也有过辉煌时刻 虽然与巅峰时期相比 国内的大众认可度和粉丝群 确实有所减少 这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所属公司或艺人本身 这也可能是他们被低估的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 至少在历史前三名的竞争中 twice绝对应有一席之地 将他们排除在外 显然是对他们的严重低估 因为Blackpink 许多人可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比如说 有人认为 虽然系点在twice之上 这是有可能的 同样也有人认为 twice已经超越了虽然系点 我对此也持开放态度 但是将虽然系点或twice 置于Blackpink之上 则显得有些勉强 我认为 这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或视角的问题 而是关于Blackpink所达到的高度 简单来说 象征性或国内的高峰 这些都非常重要 意义重大 但是当一个团队已经被公认为 世界最顶尖的女团时 若仍有人坚称未能超越 那么究竟还需要做些什么 才能算是超越呢 坦白地说 我怀疑未来还有哪个女团能超越Blackpink 即使考虑到不同的世代 无论是哪一代的谁来与之竞争 我都认为在同一时代内 没人能阻止Blackpink成为最顶尖的女团 因为她们现在就是全球的顶尖 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女团巡回规模 这次Blackpink的世界巡回规模 达到了180万人 当然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 也创下了最高的销售额 无论是姻缘专辑 巡回销售 社区媒体影响力或其他方面 Blackpink都是世界级的女团 因此未来任何想要与Blackpink相提并论的女团 首先需要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之最 才有资格参与讨论 如果说Blackpink有什么弱点 那可能就是她们的回归周期相对较长 与她们出道的年限相比 专辑数量确实太少了 所以对于韩国网友分析的一线女团排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